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灵命日良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与佳音电台联合制作 礼方主持 欢迎订阅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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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当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God promised that he himself would be their portion and inheritance they could find complete satisfaction in him and trust him to supply their every need for some of us the sense of lack ma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family perhaps we yearn for a better job or higher academic achievement regardless of our circumstances we can embrace God as our portion he makes us whole in him we have no lack today's Our Daily Bread devotional scripture reading is from Psalm 73 verses 23 through 28 yet I am always with you you hold me by my right hand you guide me with your counsel and afterward you will take me into glory whom have I in heaven but you and earth has nothing I desire besides you my flesh and my heart may fail but God is the strength of my heart and my portion forever those who are far from you will perish you destroy all who are unfaithful to you but as for me it is good to be near God I have made the Sovereign Lord my refuge I will tell of all your deeds let's pray Father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everything we need and for making us complete in Christ help us to keep our eyes on you and not look for more in relationships or possessions jobs or academic achievement help us to say along with the psalmist it is good to be near God thank you Father it'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听众朋友 主内平安 我是李方 在今天的灵命日凉 我们要接着旧约的诗篇 七十三篇的 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来四向我们今天的主题 你一切所需 你一切所需 坐在餐桌前 我凝视着周围喧闹 却又幸福的画面 在我们家的家族聚餐中 家庭成员都齐聚一堂 大人 小孩 一起享用家肴 我也很享受这一切 但是一个念头 却刺透我的心 你是在场唯一 没有小孩 没有自己家庭的女人 相信许多 像我这样的单身女性 也有类似的经验 我身处在亚洲文化 极为重视婚姻与子嗣 若没有自己的家庭 就会让人觉得 自己的人生并不完整 这种感觉 就像你缺乏了某种 可以定义自己 或者让自己完整的事物 因此上帝是我的福分 这个真理 格外令我感到安慰 当以色列各支派 在分配地业时 被拣选在圣所 服侍上帝的立位支派 并未分得任何土地 然而上帝却应许立位人 他自己就是他们的福分和产业 他们可以在他里面 得到完全的满足 并且相信他 会供应他们一切所需 对我们当中一些人而言 匮乏感可能与家庭无关 也许我们期盼得到一份 更好的工作 或更高的学术成就 但不论我们的情况如何 我们都能相信上帝是我们的福分 他能满足我们身心灵的需要 使我们完整 在他里面 我们一无所缺 您的生活缺乏了什么 使您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完整呢 您会如何将他交给上帝 并将上帝视为您的福分呢 在他里面得着满足 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 感谢神 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完整 帮助我与诗人同声颂赞 我亲近上帝 是与我有益 我亲近身体的安全 我亲近上帝 以后 我亲近上帝 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73篇的23到28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你一切所需 圣经说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 你掺着我的右手 我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 凡离弃你行邪淫的 你都灭绝了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七十三篇是亚撒的诗 它是大卫的诗般的指挥之一 在这篇诗里 诗人说他实在无法明白 为什么神让一人受苦 他看见恶人享福 他神的子民也受尽了凌辱 他实在无法明白 宫里显然是已经颠倒了 所以他讲我要思索 怎么明白这件事 眼看实系为难 从诗篇里我们就知道 这位诗人几乎灰心跌倒 他连神都不要信了 可是当他进到圣所 他就站在了高处 他站得越高就看得越远 他看人类全部的历史 是神公义的记录 若是把时间拉长 那么再看看万事的结局 这样什么疑问都没有了 所以眼看为实实在是很难啊 最好的办法还是效法诗人的榜样 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里 思想他们的结局 他就看到终有一天 公义将会实现 当他看到终有一天要实现的时候 他这才明白了神的智慧 这一篇诗 其实三篇是智慧诗 诗人的疑问 那也是我们的疑问啊 为什么那些残暴的恶人 世事如意 飞黄腾达 有钱有势 年富力强 想尽人间最好的福乐 但是反观敬畏神的人 当然这也是包括了他自己 却是处处碰壁 时时遇难 他这样神的公平在哪里呢 公义去了哪里呢 神为什么没有按照他所说的话 恩待那些忠于他的人呢 这些问题在七十三篇的第一节 诗人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说 神实在是恩待 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来亲近神 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为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我们会想一想 我是不是爱神的人呢 我应该是爱神的人 所以良善的神一定会使万事来为我效力 这种想法是对的 我们应当要坚持持守好这个想法 有这个认知 我们凭着信心认定 神的作为全然是纯粹 是赐福的 我们只要认定神 跟随主走在神公义的道上 这条道路一定是充满了光明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持守 一定要记住 因为有人在失望的边缘 因为缺乏信心 没有抓住神 可是有一些人就在失望的边缘 因着有了信心 就抓紧神 仰赖神的良善 因此这个人 最终是成了荣耀神的器皿 这就好比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就算他走进了圣殿 他所看见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吞去了寡妇的房屋 欺凌那些无助者 反而那些诚实人 忠忠惺惺地工作的人 不受到重视 人看见了 主也看见 主看见这个奇怪的世界 自从撒旦成了这个世界的王 世界上奇怪的是多了 充满了许多的矛盾 困惑 还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 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勇敢 承认神是慈悲良善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承认神的慈悲怜悯 我们就能够从神的慈悲怜悯 这个角度去看 就像诗人走进了圣所 他历时就明白了 如果我们将世界当作这个宇宙的中心 那么所有的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所有的苦难也永远无法解决 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环境 我们就看见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苦难也是个奥秘 这个奥秘在神的荣光之下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清洁的心 只要我们活着的目标是单纯的 是专一为主的 那么即使我们在苦难当中 也必定知道神的美意 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的二十节告诉我们 他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 可是人们却不相信他 圣经说那些人终不悔改 这个时候主耶稣反而喜乐地祷告 向天父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这就是我们的主不是从环境来看神 他是从神来看环境才有欢乐才有赞美 圣经学者丁道尔博士说 他说当我们尽道真理踏入光明的 第一步不是出于理性 而是出于道德的反省 当他转向神来敬拜神 不是质疑神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看见了上帝永恒的权柄 至于只重视今世不敬畏神的恶人 他们未来的遭遇会是今天一切的努力 归于突然 他明白神实在是把他们安放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这是他在看自己 他说神啊我常与你同在 你掺着我的右手 你正在保护我 扶住我 并以你的信言引导我 现在亚撒明白了 那些富有却不敬畏神的人 他们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他们梦幻的世界当中 所得到的财富 什么是他们的梦 他们真的会梦想成真吗 可惜他们的梦只是存在做梦之人的心里 所以今天我们醒悟的人 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生活目标放在梦里 那么不实际的地方 我们的信心只有建立在神的上面 而不是财富的上面 这样我们所渴慕的幸福和希望 才能够实现 接着在第二十五节 他就歌颂神说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 所爱慕的 弟兄姐妹人和万物一样 都是为神自己所创造的 正如我们有了一间房子 我们也是为自己所建造的 我们所购买的家具 家里的日用品 也是为我们自己所用的 神创造我们就是这样 都是为着他自己 只是神对我们的目的和要求更高 他不是把我们放在那儿成为一个摆设 他是要我们能够与他有交通 有感情 有密切的关系 神虽然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东西 使我们可以享受 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代替神自己 也不能够成为人追求的偶像 因此我们向着主的心 是一颗完全奉献的心 完全的奉献 就是不会再为着一些特别的人事物 而对神的爱转移了 就像尼托生弟兄 当他说到奉献的时候 他说主啊 我不为自己要求什么 一切都是为着你 尼托生弟兄说了这个话 他做到没有呢 他是做到了 他这一生所占的地位是一个奴仆的地位 正如他常说 神不是呼召我们 为着他的事工而献上自己 神乃是要求我们 无条件地降服在他的旨意里 这些话太重要又太真实了 因为历世历代神的许多仆人 还有许多的宣教士 他们为着神的命令 为着神爱的激励 愿意为主放下一切人人所羡慕的东西 因为神的爱像火一样地烧尽到他们的骨头里 他们看世人爱财 爱钱 爱房子 爱头衔 还爱一种特别虚无的东西 叫名声 也就是声望 因为他们从神的爱里 从神火一般的爱里 领受到神的美善 生命中涌出了恩典的泉源 就像那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 只要碰到恩典的泉源 没有人不被这个泉源之爱所充满 所折服的 这些人可以说 神啊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没有 所爱慕的 好 接着 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 这节经文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摔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这节经文 对以色列民族来说 迦南地分得的产业 就是他们的福分 我们都知道 立位人 他们没有分到任何的地业 也就是说 神就是他们的福分 因为立位人 他们负责在神的殿中 侍奉神 所以立位人 没有属地的产业 他们却是有属天的福分 就像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的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福分 神也许没有分给我们 最繁华地带的产业 可是神是我们的福分 因为我们是神国的祭司 我们侍奉神 传扬神 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相信最大的赏赐在天家吗? 很多人是相信的 他们把问题交给主 所有的问题 无奈中的困难 都要交给神 才能够活下去 有一对夫妻正在面对 实在叫人很难接受的情况 但是他们靠主 还是在过每一天 他们说纵然每天都要 面对这么样的困难 可是我们每天晚上 都睡得很香甜 他说这就是神迹 这就是奇迹了 是的 有时候神在爱中挪去一切 我们可以倚靠的事物 使我们来相信他 相信神 倚靠神 不是一个理想 它是一个行动 若是没有感恩 没有行动 你再优秀 你再聪明 也难以有成就 就像我们 若是不懂得珍惜 你守着金山 也不会快乐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东西 我们不可以利用 那就是善良 有一种东西 不可以欺骗 那就是感情 还有一种 更不可缺少的 那就是神的爱 祂是我们的朋友 祂是我们的救主 祂也是我们的良人 祂是我们的救主 听众朋友 让我们同心地来到 我们的父神面前 我们在天上的 阿爸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 主啊 感谢祢总是 加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凡事都能做 也感谢祢总是 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使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 都有一首歌 可以唱赞美你的歌 不怕孤单的歌 不怕痛苦的歌 是喜乐的 刚强的歌声 主啊 感谢主让我们 在心灵里是乐观的 更是充满智慧的 感谢奉恩主 耶税主耶税基督 得胜的美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 已经到了 愿爱我们的主 在今天 因为我们要向着主 给我们的标杆直跑 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的力量 祂会帮助我们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去得那 祂照我们 来得的奖赏 主必赐福于您 我们明天 空中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ight is falling fast Day is done Shadows come Time to sleep at last God is near Never fear He sees you He sees you where you lay He will watch over you Don't you be afraid Close your eyes Let's rest rest My child Night is falling fast Night is falling fast Day is done Starlight comes Time to sleep at last 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God We praise you God For this day All you brought us through Lord we're safe In your hands We give thanks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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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your eyes St rest my child Night is falling fast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Starlight comes Time to sleep at last Time to sleep at last Day is done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is a great time . Youtube Only We are Youtube Not S You That is a great time You You ig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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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